台東大武漁港的漁民2號上午在屏東外海作業時 距離旭海三海裡水深約300公尺處 意外打撈其4枚飛彈 船長仔細檢查後 將3枚破損嚴重的丟回海裡 留下一枚完整的彈體 漁船返回大武漁港之後 立即通知海巡單位處理 11點快12點左右入港的時候 有發現這枚飛彈在作業的時候打撈到的 立即又過去我們案件所去做報案 那我們這邊過來信訪會看之後 我們有通知那個 國防部的一個衛報彈處理小組 親愛部 會過來這邊做處理 據研判 漁民打撈位置靠近屏東九棚基地外海 今年8月底才剛進行射擊演習 懷疑這枚飛彈可能是四射落海的響尾蛇飛彈 據這個船長他們反映說 它大概是在屏東外約水深300米的地方撈到 一撈上來的時候也嚇一跳 確實這個第一次看到完整的一個 我們看到像現場這個爆彈這個樣子 大武漢彈會主席黃建斌最後也表示 漁民抱怨捕魚常常捕到飛彈殘骸已經不是第一次 不只擔心安全的問題 有時演習就近海半個月 嚴重影響捕魚作業 演習是國防安全裡面一個必要的 但是我覺得這個次數太平凡了 而且它的面 整個演習的範圍太大了 確實影響到漁民的生計 那每一次到漁船出海就是一個家庭 影響一個家庭的生計 我想這個在我們公安部這邊 是不是能夠好好的考慮一下 以後再規劃範圍 甚至次數上是要衝上去的 故生計又得兼顧國家安全 希望政府想想其他的配套辦法 東南新聞綜合報導